台北市万华区出现了两例感染人不明的新冠确诊者 中央还没有宣布疫情进入下一阶段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已经宣布 台北市进入准第三级警戒 那么也要来提升大量快衰机制 我现在已经进入准第三阶段的防疫工作 并指挥中心早一步提升警戒层级 由于北市12号出现感染人不明确诊个案 市长柯文哲宣布将疫情警戒升高 但为何是准而非直接升级 24小时你知道一下子要跳那么大步 我觉得要再观察一下 准第三级包含6月8号前市府主办活动取消 公有场馆暂停租借 受需关怀据点停办 体育活动则是建议延后或停办 另外预防爆发大量确诊 征用200房的防疫旅馆 也准备好大型收治场所 医院落实分舱分流 扩大大量快筛机制 为全面提升到第三级 做好准备 在经济平衡跟防疫之间 还是要取一个平衡 不叫超前部署 叫最适当的部署 反观新北直接严格关闭八大场所 公有场馆跟图书馆 市长侯友宜更喊出该封城就封城 双北明显不同调 如果真的要封城的话 是要出动军队管制 所以不要乱喊 与中央看法一致 不必造成恐慌 但为了疫苗采购可疲有再度与陈石中港上 所以地方证也可以自己 合法合规就可以了 那买不到是我们的问题 你要讲要早一点讲 不必在今天这种局面里 中央突然讲出这种话来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问哲政不下这口气 想共同对抗疫情 重要地方恐怕还有嫌隙 今天黄文先生一台报道 国内再报本土疫情 而且在短短一天之内 就新增了16例的确诊个案 让大家非常的担心 疫情警戒标准 是否要从现在的第二级 提升到第三级了呢 对此指挥中心就回应 单周还没有达到 三件以上的社区群聚 而且强调在今天新增的确诊者 有部分的感染源是清楚的 因此还没有达到升级的标准 不过指挥官陈石中也说了 其实呢再多一起群聚就达标 所以我们现在呢 离要升级到第三级 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所以不少的民众呢 也开始很担心 如果未来升级到第三级 那么生活作息 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第三级的这个疫情防范警戒标准呢 包括了这个区域来划分 比较严重的区域到时候呢 就会加研防疫措施 像是要停止室内5人以上 跟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 另外营业跟公共场所 恐怕也要关闭 只有维持生活必须的医疗 或者是公务场所例外 全管广播人员巡视 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 贴出公告配合防疫措施 室内场馆只开放会员进入 上限100人 可如今本土疫情越演越烈 再这样下去 就怕疫情警戒标准得再升级 像是台北小巨蛋 这里属于非维生非必要的场所 如果疫情警戒升到第三级 室内超过5个人的话 恐怕就要舰艇营业 目前指挥中心强调 台湾还是在第二级出现 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 如果单周出现3件以上 社区群聚或一天内确诊 10名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就要升到第三级 外界质疑12号本土病例 一口气就多达16例 难道不用升级吗 民众也忧心是否应该启动三级警戒 当然会担心啊 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感染源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都跟那个有相关 有三级感染源不明的情况 那还没到三件以上的社区的群去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要升级 现阶段第二级 只有室外500人以上 室内100人以上的活动要停办 如果达到第三级 将会停止室内5人以上 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 而且营业公共场所都要关闭 只有卫生的医疗或公务场所例外 到时候像是健身房 宴会厅等场所 都要有关门的心理准备 中间它是有一个弹性在的 那但是启动相关的措施 就看疫情的密集度 或区域或是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情况 尽管指挥中心还是认为 目前疫情警戒不用升到第三级 但不少民众也很忧心 要超前部署 戴好口罩请洗手尽快打疫苗 先做好自保之道 记者正报道 另外新北市也拉警报 于新北市新增了确诊个案 案1203 他到过卢州跟新庄 那么今天更传出了 跟他一同聚会唱歌的接触者 新增10人确诊 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 就下令要全面的来提升防疫层级 包括了关闭这个八大场所 还有在这个工友场馆的部分 图书馆运动中心 活动中心等等 也要全面的暂停开放 另外侯友宜也坦言 要做最坏的打算 就是改封城的时候就要封城 消毒消毒再消毒 新北市六个行政区 包含卢州新庄五谷三重中永和 全面大清销 从每月一次改成每周一次 就是因为本土案例创新高 新北市府绷紧神经 暂停的场馆和营业店家 数量是全台之冠 即日起到六月八号 新北市八大娱乐场所关闭 特别像是一般网咖 KTV和酒吧都暂停开放 公有场馆 包括图书馆活动中心 文化场馆 以及公立运动中心 也全面关闭 而新北市提高防疫层级 侯友也说该封城就封城 根据去年的新北市兵推情况 基本管制14天 加上7天零确诊 共计21天外出限制 而实际要照情况而定 除了必要需求 不得外出 依照身份证为码分流购物 一周三次 台铁高铁一般民众不得搭乘 外出得靠步行 或是脚踏车 机车和汽车 那封城的标准是什么 疫情严峻 封城就是最坏的打算 现在新北市要求采取 比第二级更高的措施 防堵疫情扩散 记者复杂高紫瑶 新北市参访报导 国内北部的疫情升温 更是逼近了第三级的防疫阶段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公部门异地办公将启动演练 包括了民间企业 未来有指引要如何的办公分流 避免同事之间见面 而今天出现确诊个案 包括了基隆 那么基隆市长林又昌也说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而桃源市长郑文灿先后喊话 一旦进入了第三级 政府就得异地或者是分组来办公 另外台北市政府也宣布 即刻起要启动分流的准备 疫情拿警报 各县市政府不排除启动异地上班 就算是在同一间公司上班的同仁 未来可能也要在不同办公室来上班 达到人流分流效果 分开上班场所降低群聚风险 疫情逼近第三级防疫阶段 北市先开第一枪 喊话机关同仁启动异地办公 北市12号同样出现两例确诊 就怕疫情再升温 北市即刻做好办公分流准备 机关的同仁 我们会启动异地办公的机制 国外的单位 我们用视讯的方式 包括可能接下来的市政会议 不同的决策的首长都能够在 他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要一次出现 去年三月基隆警局 异地办公部署演练 这回基隆同样出现 懒役富人市长林友昌 先做最坏打算 完成异地办公 以及分组办公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准备 做最好的一个准备 也必须要做最坏的一个打算 一旦进入第三级 我们就执行分组办公的规划 桃园同样全面盘点办公空间 其实早从去年开始 环保署就成几栋居家办公 甚至还有饭店业者 提供房间短租 提供私人企业 拥有备用办公空间 中央同样喊话 大家心里做好准备 同事们少见面 透过视讯联系工作时下 毕竟少一份风险 就多一份防疫成功可能 接着我们讲李鹤龙台湾报道 台湾接连爆发的本土确诊个案 还有多起不明感染源的案例 让民众危机意识大爆发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要强打疫苗了 907的37号 门诊正号没停过 整间瞬间背起报应 看本土确诊案例持续增加 民众急着接种疫苗求自保 不止新北市的医院 新竹也出现风打潮 人龙从门诊区一路排到电梯门口 施打率更是天天标行高 其实可以看一下现场 现场的话其实民众都还蛮踊跃的 疫情加温啊 所以目前的话 就是COVID-19疫苗的一个施打状况 其实民众都还蛮踊跃的 大家都怕啦 疫情扩散大家都怕啦 疫情已经拉紧爆了 所以才想说好像不打不行 截至11号为止 全台累计接种数已经达到 11万2543剂 算一算先前两批AZ疫苗的数量 共约31.6万 控除目前施打的 11万2543剂 还有20万剂左右 虽然民众施打意愿回闻 但是医护人员施打率仍仅有一成 另外公费对象也只放宽到 第八类65岁以上长者 自费也只让有出国需求的民众施打 不少18岁到50岁的民众没有要出国 也想施打 只能痴痴的等待指挥中心公布 现在想打也打不到 基本上在自费疫苗 其实是我们的规定相对的宽松 那以前大家担心他打不完 现在可能要开始担心他打不够 疫苗的一个施打 是不是能够让这些 在国内的小规模传播 就能够阻挡 我想答案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肯定 用快筛搭配PCR 才能够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下 投射到找到这养性案例 全台进入防疫关键阶段 指挥中心也承诺 一定会放宽自费接种对象 但医师则认为疫苗不是最终解决之道 因扩大筛减效率同步进行 才能防堵本土疫情继续连环抱 解台北综合报道